28号下午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前往位于神奈川县的 驻日美军横须贺海军基地 她在对驻日美军发表演说时批评 中共正在破坏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并以军事手段恐吓临近国家 贺锦丽表示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 任何时间和地点飞行 航行和行动不会畏惧 贺锦丽表示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从科技到公共卫生 为全球利益做出了贡献 我们将继续支持台湾的自抗抗 跟我们的长期政策 美国将继续深入 我们的不公平时期 贺锦丽这次访任行 先后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以及韩国国务总理韩德书 进行双边会谈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贺锦丽在每一场双边会谈中 都提及台湾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炳莹张其林 综合报道